就要教给大家很多运动还有穴道 对不对 好的我们介绍两个动作呢 是有助于我们头部的放松 助眠啊放松心情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头昏眼花啦 甚至耳眠耳聋帮助的 第一个叫做调理颈肌 那第二个叫做 脖子对不对 对脖子的 跟我们脖子放松有关 第二个叫做天骨齐鸣 那我们首先介绍调理颈肌呢 就是在我们用我们的双手食指交叉 放在后脑部 放后脑部 这风石穴的地方 那用我们掌根呢 把我们后头部的这个两条筋呢 把它拉起来 要把它揪起来 对拿捏起来 从上到下 有的时候头痛这个地方会很痛啊 对就自我按摩嘛 我们给人家按摩的时候 发现这两条肌肉是很重要的哦 对 我们重要叫肚脉跟膀胱筋 那也可以用两个手指呢 食指把它提捏起来 自我按摩一样有效果的 最重要还可以省很多钱 对 自己来就好 不用请人家按摩啦 我们终于做36下 实际上强调都是5到10分钟 所以按36下 对要调理颈肌 就让我们颈部的肌肉得到放松 都低头足嘛 然后一直这个伤神耗脑啊 气都很不顺 这个叫调理颈肌法 第二个叫做天骨齐鸣 就是把我们的掌心呢 放在我们的 污住我们的耳朵孔 然后我们的这个拇指呢 放在我们后颈部 四指就会在哪里 后颈部那边是一个凹洞的地方 对就会在我们后脑勺 那我们可以就是开始用我们的四指呢 开始来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轻轻的就可以了 这样有什么功用 对 那欠品你发现 你的耳朵什么感觉 有没有在鼓鸣的感觉 有打鼓的感觉 我敢敲的不够大力吧 对要污住耳朵孔 有一点点啦 有一点点嗡嗡的感觉吧 要污住耳朵孔 做敲击 有了有了有了 我们这样常常做 有的时候你闭目养神在做 也是36下 那是强调5到10分钟以上 你会发现 你在眼睛睁开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 眼睛就突然亮一下 然后耳朵 你觉得你的这个比较稳定 耳冲目鸣 对 耳冲目鸣之功 是让长期做对那个耳鸣耳聋 有预防保健的效果 有时候我们现在人 一紧张压力 你就发现后脑手很紧 那我们做这种 天骨齐鸣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耳朵 得到一种放松 因为这边很多反应 是我们的视觉啦 还有听觉中枢 都在这附近 大脑皮子 你这样长期的按摩刺激 你就觉得你的心情比较放松 紧张焦虑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对 王医师下次来上节目之前 可以先做这个动作 像我睡前 我都用那个轮棒啊 我瑜伽那个轮棒 我就这样按摩按摩这样 然后在脚底按摩 就很好睡 就会比较好睡 对不对 好 那谢谢两位 除了这两个运动之外 我们也要来看看 哪些穴道多按好 可以安绳 然后可以助眠 对不对 是的 我们刚才后头部 操作完了呢 其实有三个穴道 跟我们头颈部的放松 蛮有关系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 这个眼睛的转足穴 在眉毛的内侧 发现我们工作的劳累啊 这个用眼过度 你在这个眉毛内侧 叫转足穴 常做按压刺激蛮好的 对这个地方超酸的 王艺师你不信你按按看 对 有没有 好常用眼睛的人 这边就会很酸 对眼睛闭起来 然后再操作一两分钟 你发现一睁开 这个眼睛变得明亮很多 对整个亮起来 世界都亮了 对叫转足穴 转足穴 很有感觉的哦 第二个百慧穴 就是我们耳尖对到我们头顶 就是摆气之慧 猪羊之慧 所以你容易疲劳的时候 常按压这个百慧穴 可是这边很难按耶 我觉得这里好像要用拳头 还是用那个骨头的地方按 也可以 比较有feu 因为对 指尖的力量到头顶 对要这样 对你可以用掌 拳掌按 我刚才提到用这个拳肩按 对也可以 比较有感觉吧 对所以容易疲劳的 对下班前 按按自己的百慧穴 你发现头也是比较清楚 像我们女孩子的力道比较不够 所以我都一般就是 比如用一个辅助的棒 或者是说那个龙磅 原汁也可以吗 对对都可以 林子也可以 林子也可以 不能太尖了 我吃伤头皮了 林子用喝的 对对 运动之前喝点林子 它可以帮助代谢 还不错 对对 你可以用安眠的功能 对白慧 对然后就是 不要太尖的尖物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就是 刚才我们按这个后脑勺 叫风石穴 对对 像倩明讲的 你用可以只尖按 那力量不够的 对 凹下去后脑勺 整骨的下缘 在我们法际线这边 常按压 女孩子力量比较不够 你可以用全掌 刚才有教过拿捏 紧部的穴道 我们都有帮助